第八百九十六集 叶烦凡心中震动 这是什么人 竟可以避过他的灵觉 直接出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内 太吓人了 他运转神觉仔细观察 刹那间毛骨悚然 古旧的道袍飘动 一个枯瘦矮小的老道士 出现在枯鼠下 那陈旧的道医 他很熟悉 与道观中的一模一样 与黄土坟下的衣冠 更是没有什么区别 叶烦几倍声寒 向他发丝间望去 一根破木簪子 也是这样眼熟 与坟种中的并无二致 见鬼了 叶烦蹭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倒退出去很多步 一个明明早已划到的人 怎么可能还会出现呢 人间几度变桑田 桑田虽变丹青在 谁想丹青何得先 身材瘦小的老道士 在古树下行走 口中自语 与这漆黑的深夜融为一体 叶烦倒退 你 一阵青风吹过 草木的清新味道传来 天空中的那朵乌云飘走了 道观前青风依旧在 可是老道人却不见了踪影 叶烦头皮发麻 他眼神都没有带转动一下的 死死的盯着前方 可是那个老道士就像是蒸发了一样 不见了影迹 乌云远去 繁星点点 月光洒落 矮山上很宁静 一切都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叶烦一步一步来到老树前 这株古松 最起码有四千年以上的树林了 主干中空 松真西树 早已快要死去了 在树根处 有一方青石 长不过一米六七 正好与那老道士的身长相仿 还是平整有些不凡 偶来松树下 高枕石头棉 山中无利日 寒静不知年 叶烦正正的出身 这个老道人还活着不成 人间几度变桑田 他这样感叹 到底活了多么大的年岁了 他大步的向小道观后面走去 来到黄土坟前 运转圆天神觉观察 在这一刻 他机灵灵的打了个冷颤 在那黄土下 破烂的道衣还在 那根古旧的木簪子也还在横沉 并不曾移动过一分一好 依然保持在原位置 叶烦心中有些发毛 怎么会这样啊 分明早已化道 不复存在 可是方才为何又见到他的身影 刚才 绝对是错觉 乌云浮现 老道士显化 而后莫名消失 很真切 那些话语似乎还在回响 叶凡回到观前 在矮山上走动 心中很是不解 不是残留的神石烙印 因为我听到了真实的声音 夜色如水 万来俱击 除了夜鸟 哦明白 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 感受不到一点陌生人的气息 更不可能有神力波动 他心中充满了疑问 但却没有办法解决 最后也只能继续打坐 他相信 无论那是怎样一个强者 应该都对他没有恶意 叶凡再次隐居了下来 一晃就过去了多半个月 每日静坐道观前 默默的悟道 这是一片返谱归真的净土 远离喧嚣 但也没有锐气缭绕 一切都很自然 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白天偶有 乔夫高歌 有时猎户意会 从大山深处 追出一些野兽 吼动群山 夜凡心中空灵 体味着这一切 这些天来 他捕捉到一种奇异的道痕 矮山运灵 还未服用龙水 就已经有了一种 玄妙的感觉 身心皆灵 画道之地 为世间神土 若是被某一大教得西 一定会立刻占据 布下天罗大阵 成为外人不能涉足的禁地 又一个深夜降临 乌云滚滚 几乎快压到了山巅 漆黑不见乌址 不多时电闪雷鸣 大雨倾盆而下 天地间一片雨幕 夜凡站在道观中 观雨中世界 偶有电芒划过黑暗的夜空 可刹那间 见到一片光亮的雨界 闪电乱批 一刹那间 天地中出现了一百多道银芒 管通天上地下 无尽的大雨 飘泼而下 水中的群山瞬息通明 但紧接着 又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闪电消失 唯有大雨 倾洒 其他什么都见不到了 可怕的深夜 一个人独立 有一种异常的气氛 又是一片雷霆 成百上千道金蛇飞舞 让浩瀚的天地间 一片斥裂 远处成片的山峰 清晰可见 那时 叶凡站在窗前 一下子变了颜色 他又见到了老道人 依然是那身破烂的道衣 发迹间插着一根木簪子 此时 他盘坐在大雨磅礴的夜空中 张口一息 千百道电光 全部没入他的口中 小时不见 哄的一声 大雨如瀑布垂落 天地间到处都是水 闪电更胜烈了 这一次 万丈雷电将士 成千上万条 一起披落了下来 叶凡自语 这么多的闪电 堪比大天劫了 然而让他吃惊的是 老道人依然是那个动作 张口一息 成千上万道闪电 瞬间消失 急冲入他的嘴中 这 这也太变态了 叶凡变色 他历经数次天节 可以抵抗 并无巨异 然而却也要付出代价 肉身常有被劈伤时 何曾像老道人这样 一口全部吸掉呢 这如天方夜谭一样 没有一丝雷电落掉 全被他张口吸进了体内 不像是天节 倒像是在溪水 无尽雷光垂落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各种雷节分成 地 火 风水 大节 降势 且还有混沌天雷一道道 而在最上方 更是有一片古天雀浮现 有一些人形闪电出没 交织在一起 在天穷上乱劈 叶凡不相信 难道还能把这样的大天节 吞下不成 叶凡不相信 这种劫难的极数 已经达到了不可想象的境地 他曾经见到过 闪电形成的天缺 有人形电芒走动 但却没有经历过 甚至有无尽恐怖 批种定会成为结灰 然而 此时那个老道人依然如酒 任大雨交响 闪电淹没天空 他只是张嘴一息 就将所有雷点 全部的纳入了口中 这 还是人吗 叶凡浑身汗毛倒数 他渡劫时 对抗天节 无尽雷光最终都消散在了天地间 而这个老人没有放过一丝 全部吸收了 这让人惊悚 不可以一道理计 没有一点道理 尤其是闪电形成的天缺 还有那一道道人形雷光 要多可怕 有多可怕 却也被吞了下去 老道人凭空出现在破道灌前 快到无法理解 口中雷光无穷 划成一丹 划入腹中 通体生辉 而后又黯淡平凡 叶凡发症 这老道人实在可怕 将那些雷节划成丹了吗 天地间闪电消失了 唯有大雨磅礴 雨连在漆黑的夜空中坠落 到处都是水声 叶凡一动不动 静静看着老道人 他怕自己一出生 人又如上一次一样 突然消失 沧海成尘几万秋 道化黄发长生愁 一梦便是数千载 先路崎岖 何处游 老道人轻盈 盘坐在青石上 一动不动了 融入了天地夜雨中 没有光彩 更无神力 雨点洒落在身 却不失一惊 却不失一惊